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使用Spotlight开启Finder视窗 Spotlight是个内建的搜寻引擎 可以及时的找到你放在Mac中的任何东西 你可以轻松的找到需要的资料 然后直接从Spotlight中开启 或是不开启文件 却开启文件所在的Finder视窗 让我教你如何操作 我先使用Spotlight 搜寻目前在使用的文件 你会发现Spotlight在我输入文字的同时 会及时更新搜寻结果 第一个搜寻结果就是我要找的文件档案 我可以点选该文件来开启它 或者是我可以在点选文件之前 按下快捷键Command 然后再点选 我这样子就可以开启该文件的Finder视窗 也就是资料夹 同时得知文件的路径以及所在位置 这时我可以按下空白键 启动QuickLook来浏览文件内容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 Say Ma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